我们讲说,为什么这两颗东西,它一起加热的时候,不会发生反应 因为这个东西太稳定了 它的能力已经很高了 然后呢,铜呢,太低了 所以说它根本就躺过了 它想啥也躺过了 所以在我们讲自发反应的时候,是讲到这样一个阶段 好,请问在整个反应速率上面 各位,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没有 好,没有的话,就请各位翻到448页 我们开始工作页 448页 15-12 15-14 15-16 15-23 25-23 25-27 27 27这边,请理 那个H-B-R-O这个东西 1 参考表15支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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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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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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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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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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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把这个作业全部做完以后 原则上 指考 如果说你要去参加指考 有关于 反应数据的问题 原则上都可以处理掉 原则上都可以处理掉 刀 来 各位看黑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 我们现在开始先帮各位复习有关于这个东西 因为到讲到有机化学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必须要用这个去做整齐 不然的话 就很难去理解别的东西 它有六个电子 对不对 所以 1s还会放进两个电子 2S它會放進兩個電子 2P會放進兩個電子 對不對 請問2P有幾個軌道 三個軌道非常好 所以說 2PX 2PY 2PZ 是不是 你已經沒有問題了 沒有了 ok 好 都聽話了對不對 这三个轨道 然后呢 ES跟2S这个东西 当我们讲整个盼的一个 所谓的混成诡异的时候 当我们讲整个的混成诡异的时候 它会变成 1S2 这个没有问题 2S1 2P H1 2P Y1 2P Z1 然后这四个 这四个 会变成 SP3的混成诡异 它既不是S 各位读这个的时候 S是球状的 对不对 记得吗 S轨运是球状的 P轨运呢 P轨运会变成这个样子 P轨运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他变成SP3混成鬼运的时候 他长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們帶著小引發 這是SP3的滾繩軌 也就是說它XYZ三個軸上面 它都會有軌域的出現 這個是在整個的軌域上面 它非常非常奇特 或者說大自然很很很順利的 就是完成了它自己的平等 好比說我們講銅來講 來看 當你讀中期表的時候有A族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呢 中間呢還有一個B族對不對 是不是 同時B幾族 來看看 B幾 所以說同時B1族對不對 你從抗來講 抗是B3族 對不對 那A族的話就是1 2 3 4 5 6 7 8對不對 但是呢很奇特的 到B族的時候它不是從抗開始 都是從抗那邊開始 那為什麼會從抗那邊開始 那為什麼會從抗那邊開始 抗有幾個電子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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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幾個電子 欸 二十九 好你看 二 四 十 十 十二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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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十八 二十九 這邊是十 對不對 這邊一對不對 是不是 對 這邊是二 這邊是九 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它會變成 十 一 它的電子會先去填3D 而不是先填4S 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個是滿的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半滿 對不對 所以說你們讀鬼略的時候 說 只要是滿的或半滿的 它都比較怎麼樣 安定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它不會這邊是 4S2 3D9 問題就在這裡 好 請你看 各 各 各 二 二 四 二十五 二 四 二 四 二 四 十 十二 十八 十八 這邊應該是 二 十八 二十 這邊應該是四 對不對 對不對 二 四 對不對 然後 它這一個 會變成一 這邊會變成一 這邊會變成一 這邊都是半滿的時候 它是最大一地 所以過物元素裡面 各物物在 在它的同周期裡面 它的容點都是最高的 因為都是半滿 了解這意思嗎 這是從周期表上面來看鬼略的狀況 所以 當我們看到碳的時候 在 整個的有機化學裡面 它都是最主要用 sp3的混成混浴 去做結合 在這種狀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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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 它這邊就會有四個 四個 sp3 有四個鬼略 有四個劍 可以去跟其他東西結合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當你寫 甲丸的時候 因為sp3的關係 所以甲丸 你看成這個樣子 其實它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是一個平面的一個表示 但它實際上呢 是 中間是碳 然後 這邊呢 接一個青 這邊接一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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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還有一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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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 在這邊 同樣子 那種 這 같은 它会形成一个四面体的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在读有机化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有关于碳的一个混成诡异的问题 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出发的时候 当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开始出发的时候 有机物就会变成一个立体结构 所以各式各样的有机物几乎都是立体状 即使说它是直线 或者是说平面 这些也是因为这个毁力的运用 而使得它变成直线 或者是说平面 这种状况只是说 这个毁力它在结构上面会有这些变化 但基本上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各位一定读过钻石石磨 对不对 都讲过了对不对 钻石什么形状 它的解构解构 四面 四面 对不对 那石墨呢 平面 那石墨为什么可以倒电 因为它有一个电子的运动 嗯 为什么它有一个电子的运动 你从这个毁力上面往下发展就是SP2 再往下发展是SP 这个是平面 这个是直线 你会发觉 这边只有三个毁力 这边只有两个毁力 对不对 那这三个毁力跟碳来讲的话 就多出一个电子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电子就变成自由电子 那个自由电子就在SP的平面上面 SP的平面 SP2的平面上面 可以自由活动 所以石墨可以倒电 这是从整个毁力上面来解释 为什么石墨可以倒电 甲丸 它是一个正式链体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说 我们讲的 乙烯 乙烯是什么呢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来讲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平面 对不对 好 当我们讲到乙烯 我为什么 该马上讲这个 因为你们国中都学过了 当我们讲到乙烯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直线形状 这边呢 就是SP 这个呢 是SP2 那问题就在这里 这个SP2跟这个SP2有什么不一样 跟石墨的SP2有什么不一样 请问这个SP2有没有自由电子 没有 为什么 不要说以烯是气质 就算说你把它弄成异体 它也没办法放电子 对不对 因为它是分子化的问题 那为什么 石墨会有自由电子 比锡没有自由电子 这边就牵扯到这一个键 那中间就形成一个 因为我们在有机化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 因为我们在耳后的内容里面 会不断的受这个影响 另外一个各位都读过了 请问哪三种东西 哪三种原子会产生清界 在有机化学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有机化学里面 讲到很多清界 不管是分子间的清界 或分子类的清界 都是讨论的重点 因为清界会影响到什么 清界不为影响到酸碱 想想看清界会影响到什么 它的物理性质 酸碱是化学性质 对不对 想目理性质 想目理性质 强度 强度 什么是强度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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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有 已经是戒完 新界存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但是以理由 是不是 它会影响到什么 活性 活性 心界不会影响到活性 再想想看 活性是化性 价电子处也是化性 我刚刚一直提醒各位 从它的物理性质去显示 大小 呃 也不会 这是什么 melting point 蛤 融点 废点 对不对 记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吗 这两个是不是物理性质 所以 当它有轻贱的时候 它的融费点就比较高 对不对 因为它中间的分子间的引力变大 不是比较稳定 引力变大 它不容易跑掉 所以 水 它的分子量多少 叫做 18 这是16 对不对 没有 这个是二十 二十四 二十八 对不对 这个分子量大 大大很多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 乙烯是什么 是气体 是溢点 嗯 嗯 气体 那之所以 气体是因为它的 溶点 肺点 都很低 才会形成气体 对不对 它的分子量 大它很多 但是呢 它的溶费点 比它高出的太多太多 太多 那我们找一个 最近的 安好 安庆 它这个17 这个18 对不对 那照理说 这边应该也有 清剑 对不对 但是它的清剑的力量 力道就比这个小很多 在这边 下课了吗 下课了 下课了 好 对不起 快点 我可以打 再课 我可以打 再课 还是我可以打 还是我可以打 我可以打 请进 他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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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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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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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